Hello,大家好,我是河马夫人Martin 想买度假屋的朋友 可以来看一下森林湖这套刚刚上市的湖景别墅 这是一套独立别墅 在这个区域 之前我们帮克雷买过一些类似的湖景房 这是他的前院 很多是双拼别墅 虽然它写的是single house,但是双拼 但这一套它是真正意义上独立别墅 两边没有公用墙 这是专位,你进去看一下 室内是1850尺 四房三位 老美的屋主还住在里面 里面很温馨,有很多地方是翻新过 像这个栅栏门 应该也是最近几年刚做的 这是车库门 刚刚那个是车库 这边车库有个侧门 它的路户门是在侧面 这个门是一个一楼房间的 一个落地门 可以打开出来 但是它里面放了书桌,放了一个投影仪的架子 也很有意思 已经可以看到后面的湖景了 今天天气也不错 好,这是它的路户的正门 整个门是玻璃门 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屋主住在里面 所以里面的个人物品比较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有机会欣赏了老美的屋主 你怎么生活的 收纳的非常整洁 你看这是洗衣房 上面还放了一个Wash and Dry的标志 里面是洗衣房 右手边是客厅 左手边是一楼的房间和一个全卫 卫生间是装修过的 好,我们先看客厅 一进门的门厅的位置是地砖 这个区域是地砖 楼上是木地板 然后客厅这边也是木地板 进来之后 它放了一些沙发 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 所以这边放了一个小朋友的 避免小朋友乱跑的一个隔离栏 然后这里是厨房 这个厨房有点像中国的家庭 就是国内的房子 会有一个专门的厨房区域 其实老美的很多房子厨房都是开放式的 有些人过来说 油烟的话很大怎么办 那这个厨房就有点中国的味道了 它是一个半封闭式的厨房 炉灶 洗碗池 东西比较多 我尽量简单介绍它的功能 然后柜子 摆上柜子 这个倒台是比较老的 可以把它换掉 就是很老的瓷砖 冰箱 好,这是它的餐桌的位置 还有壁炉 这样走回到客厅了 这样一个结构 这房子因为屋主座里面 所以它没有做staging 屋主家具就比较多 那主要是有很大亮点在于它的后院 带自家的码头带湖景 后面还是比较大的 先是水泥的硬化的水泥地面 然后前面是木头的这样一个外面的一个相当于码头 它有自己的一条电动船 这一侧是大草坪 它这边就直接面对草坪了 像这家人家就没有码头 就是这家是有码头的第一户 我们在卖的这套房子是有码头第一户 这一侧过去都没有自己码头 往那边走每一户都有码头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湖里经常有鸭子 我们经常过来,这个湖非常漂亮 一五年来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这儿 经常到他们家来喝茶 感觉怎么样 这是非常适合度假的一套 我们叫做second home或者度假屋 好,我们回到房子里 室内1850尺,四房三位 独立屋 没有公用墙 像这个导台可以换掉 然后这个地板颜色如果不喜欢也可以换掉 这都不贵 如果这个简单翻新一下的话 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房子会更漂亮更值钱 现在房子里面就有很多细节部分做的升级的 比如说这个楼梯扶手 看上去就是刚刚升级过 我们看一下一楼这个房间 看看老美的收纳 两个孩子的学习房 两台电脑 然后这个是落地玻璃门 就是刚刚这个是入户通道 还有灯带非常漂亮 上面做一个投影仪 有一个投影幕布可以拉下来 书包挂在门的上面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游戏的手柄 整理的非常整齐 虽然东西还是比较多 但是收纳的非常整齐 一楼的房间 这是一楼房间的卫生间 卫生间里面 在淋浴房里面的墙壁 都是做的石砖的天面 非常漂亮 楼上的主卧也是这样 好我们上去看一下 楼下是一个房间一个卫生间 楼上还有三个房间两个卫生间 四房三位 然后楼上主卧也是可以欣赏附近的 上来之后 左手边是一个房间 楼上都是地板 都是这样的地板 也是一个孩子的房间 门上挂了一个猫咪 美国的孩子都是 不是像国内那种 教科书士的教学 他们有很多很多手工 这是公共的卫生间 两个吃我 这个吃我 和这个吃我 共用卫生间 美国孩子有非常多的 就是教学 就是手工教学 像我们家 两岁多上学校 就开始已经做手工了 好看一下主卧 这是有小朋友的 放掉下来的围栏 主卧里面的卫生间 也是淋浴房做的 非常漂亮的瓷砖的升级 然后这个门后面是衣帽间 我就不拉开看了 因为主人东西很多在里面 好 这是主卧 来看一下主卧的阳台 阳台这边铺了甲草 然后也是可以欣赏自己家的湖景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 这套房子是在Lake Forest Lake Forest 然后是一套湖景房 度假屋 售价是145万 室内是1850尺 占地3500尺不到 真的独立 我们水里有很多鸭子 我们放在看一下 水里有很多鸭子 好先拍到这儿 有兴趣约好码金钱开房 谢谢大家